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郁静开得太大了 这样的哥哥请国家发给我一个 不少网友也表示林栋还缺妹妹吗 这样的家教真好 我想做林家的女儿 林青坛这个角色在舞动乾坤剧中还是个关键人物 实际上她不是林栋的亲妹妹 是林栋爹林孝收养的洋语 体内有极为阴寒的沙漠肢体 后随北旋律黑暗之殿 黑暗之主播玄修炼 手持黑暗祖符 拥有远古神物榜排第五的黑暗圣连 在一魔狱再次与林栋相见十十里为八元涅寒净 后期为轮回净 在剧中 她跟无尊扮演的林郎天 有一段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感情线 看过开头几集的观众们 大概也能发现林青坛单箭头暗脸林郎天 而昨天开播之后 不少观众吐槽林青坛 画的这个中毒妆丑 黑 剧中还有一幕是林青坛跟林栋同框 而林青坛居然黑到跟背景融为一体了 还有人做了个表情包 结果被扮演林青坛的演员本人翻牌子了 你们再说我黑 我就和我哥告状 我林青坛不想做个肤浅的人 粉丝后援会也是真的皮 要给演员送美白面膜 虽然林青坛中了寒土 看上去不怎么美好 可演员董晴本人 是个如假包换清纯可忍的小清新派系妹子 董晴之前出演过《大唐女巡暗》 扮演《小博演》 在《最好的我们》当中扮演蒋年年 在最近播出的《亲爱的活祖宗》 李扮演真可疑 虽然在《舞动乾坤》中扮演杨阳的妹妹 实际上董晴出生于1988年 李杨阳还大三岁 她跟《舞动乾坤》的女主张天爱同龄 董晴出生于山东省自博士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零酒戏和《好好》 张云龙等人士同学 据说当年进校时有《小周迅》之称 实际上相比周迅 董晴嘴边的一颗纸 其实更像曾出演《大唐双翁传》和《龙门标局》等居的李倩 感觉他们都是一个风格的妹子 据说董晴在最开始看《舞动乾坤》剧本的时候 觉得林兴潭就是一个小妹妹 不会有太多心理负担 也并没有背负沉重的枷锁 但张黎导演的话 让他一下子触动了 林兴潭是在别人家长大的 他们尽管对你很好 但是你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让他感受到了这个角色的深度 导演到了很深的地方去探究人性 董晴在《舞动乾坤》剧组前前后后拍摄了九个月 与他对手戏最多的就是杨阳和吴敦 对于哥哥杨阳的付出 董晴颇受感染 在拍摄过程中网上 有一些对于杨阳的无端揣测 其实跟他接触起来 我觉得不是那样的 他非常尊重 他正在做的这件事 其实大家在李叔整个剧组的氛围和引导下 拍得很舒服 也挺顺利 昨天《舞动乾坤》首播之后